好这个ok吗 我都只讲Magic重点 各位可以自己去应用 基础技术的部分 各位网路上随便都抓得到 人家在教 但是Magic没有人教 好我们继续喔 好 那刚刚说那个 我现在要讲统计图表 这各位这是我以前的简报 就长这个样子 我三年前在联发科的那个 赵克斯计划 我是那个计划的主持人 总导师啦 那我在跟那些科技老师 做教学的时候 我要提醒他们一件事 就是科技课不能只教技术这一件事 那我的论点是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孩子 我们国中小教育 要教的是孩子的生活能力 对不对 因为他国中升上高中大学之后 他才会做分科 他才会说我要去学电子电机 我要去学什么 才会分嘛 那将来出社会之后 其实只有6%的人 会用到写程式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把学生 30个学生 全部都把写程式教得很厉害 逼他们学程式写得很厉害 那可是将来毕业之后 只有6%的人 做这一行 他赚到 因为他从国小 你就把他教得很好 但是另外94%的 有没有感觉有一点像浪费时间 你说我家 我家就是种地卖菜的 我这一辈子就是继承家产 种地卖菜 我怎么会去需要 学写程式这个事情呢 不会嘛 我家开7本 我要不要学写程式 不会嘛 我是做什么工作 我就 几乎94%的人 不会直接用到这一项写程式的技术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 国小也学 国中也学 高中也学 现在大学还通知还要学 对他来讲 有没有觉得有点浪费人生 所以我们都 大家都大学毕业对不对 你们都学过 国中就学过三角函数 请问你除了上课之外 什么时候用过 没有对不对 你现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会说 这个风扇角度 30度 风会多大 你会去算这个东西吗 不会 所以我的论点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希望他们说 你在教写程式的同时 应该是写程式只占一小部分 让他体验到 但是你要把写程式过程中 你怎么去拆解一个问题 怎么把那个问题解决的顺序 是把排列出来 这些东西叫做运算思维 你要学的是这个 所以你教完技术之后 要跟他把这个东西说明 让他 给他生活的例子 让他去练习怎么用 这样才能真正学到素养 我要讲的是这个 但是我以前的简报 各位看一下 我要讲6%这一件事是这样做的 我从就业统计 政府的表格拉出来 把这次所有的人数 杠起来 所有可能会用到的程式 我都用黄色圈圈起来 下面我文字跟他说 总共不到6% 这样 各位除非你是教授 你是专门做那种学术研究 你才会喜欢看这种东西 对不对 但是会 一般人 你用这些东西 他看都不想看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第二年 我学了CAMBA之后 我换成这样 对 这个就是一般30个人 里面只有两个是有用的 这个图清不清楚 明不明白 CAMBA三秒钟就做好 所以你看喔 你如果这样只教纯技术 只有6%的人受贿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变 所以你在我先讲那个 他有两种方式 如果你是整页要统一风格的 你就在最外面 最最刚开始那个地方 你直接搜寻图表 就比如说我这边 我可以回到首页 或者点那个CAMBA可以回到首页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这个就是总入口 你直接搜寻图表 这边会有那个人家设计好的 整个版的风格的图表 那比如说 有一些是可以调整比例的 有一些像这种 应该就可以调整比例的 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制定此范本 那这个图表你在点他的时候 这边就会出现那个Excel表 所以你只要改这里面的数字 比如说这个Session1的2018 我直接把它改成 80好了 他自己就跳了 那这个颜色也都可以改 然后这文字都可以改 所以你的做图表的方式 就会又美又快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把这个改掉 你也可以上传CSV就是Excel的档案 那这种方式都可以去改图表 那如果是 从那个文 从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直接找图表 但是有时候他会有出现的 这一排有没有 长相的图表 你可以看一下全部 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的图表 所以 你看你要哪一种图表 比如说我要这一种指标型的 拉出来之后 这个就可以 比如说这外面那一圈的颜色 咖啡色 然后这是指标的颜色 比如说 黑色好了 你的百分比 有没有 你在动百分比的时候 那个指标 就会跑 然后你的那个线条 这个线条的粗细也可以调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做到 资讯的视觉化这一件事 然后做出来是很漂亮的 那 我的那个图表 刚刚那个比例的图表啊 是从哪里呢 是 这个人 这个很好用 我们上那个地理课有没有 比如说 玉鼠鼠啊生产的比例啊 那你可以选 这个呢 你下面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有总项目数 比如说100个 那你就可以输入100 这边可以直接输入100 然后100个比例占多少 比如说50 54好随便 他就会分两种颜色不同的 那我要明显一点 我就把底改成黑色 那个 那个目标的改成 改成红色 这个不重要的改成灰色 然后这个一样可以调整 所以他就会给你相对数量的比例的 预算 所以这边还可以切换 所以你要去 讲比例这件事情 用这个就非常的具体 这个在图表选项 图表 里面有很多各位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棒 尤其在讲那个数字 证据的时候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